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 斯巴鲁一爆WRX 代号GC 从06年群马线工厂下线到现在 这台WRX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 普通的家用车在这个年纪 要么该报费的报费 就算没有报费的 它的车子也值不了多少钱了 但是这台车同时买过来的时候 花了9万块钱 嫌贵吗 它还捡了个大便宜我告诉你 同样车龄的9代WRX 如果它的车款好一点的话 它的二手车行情价 在15到16万块钱左右 我很难用一两句话给你解释 为什么它还是卖那么贵 如果要说的话 那就是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话说回来 那么这台车为什么它会卖那么便宜呢 那还有说吗 那就是它的车况有问题的 从它的外观你也可以看出端倪来了 同样是蓝色 但是它每一个面的蓝色 都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绚丽 深蓝色浅蓝色 深浅偏蓝色浅蓝偏深色 说明这台车全车在不同时机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但是全车上线还留有一块寸一地 就是它的车顶 原厂拉力蓝 在15年的风吹日赛之下 已经变成了哑光色 而且你看这里 它已经开裂了 作为一个爱测诊 这台蓝车 烂得让我有点心里发慌 它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解 你看 左前翼子板破损了 明显是它的翼子爆掉了 但是这里涂了一点油漆 用来遮胸 看不太出来 但是后面就遮不了了 好 教科书般的反例 它的翼子的厚度 已经赶上硬度推秉了 按照版本作为的标准来看的话 翼子厚度是起到辅助作用的 它越薄越好 一般来说 0.2毫米算是比较出色的 像这种厚度 明显是似乎偷懒了 不过话说话 作为一台15年车龄的老车来说 有些勾勾勾勾勾勾勾 这些皮外伤 根本就不算什么 关键是不要伤筋动骨 但显然 这台车和这四个字 是绕不开了 下面给我给你演示一下 什么是教科书级的 事故现出 你看它后备箱里面 当我把这个垫子削开以后 你就会看到 不管你懂不懂车 只要看了这个画面 你就知道 这个车的车屁股 被人狠狠地怼了一下 不过它的车屁股 它的车头也是疑点重重的 现在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人家都卖15、6万 它只要9万块钱了吧 对于二手性能车 尤其是二手的 斯巴鲁性能车来说 它的频繁标准 有一点不一样 你不可能要求它 哪哪哪都好 哪哪哪都板子 这是不现实的 像这样的车子 车都买回来 肯定要改一改 折腾折腾对吧 发动机变速箱 你不用管 只要它的车价OK 那么这台车 它就是OK的 说到改装 这台车又有了头了 当年能够买得起 WRX的人 都是不差钱的人 所以车子买来以后 一定要改 必须要改 不改不给进车友会 关于这台车子 它的改装件 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里列了一张清单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台车的外弯 你也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像STI铁铐 中网保险缸 一纸版都是STI原厂的 虽然说这个秀山大灯 有点出戏 不过啊 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 RAISE SE37K 青莱华锻造龙骨 绝对是好东西 现在已经停产了 至于它后面 那个夸张的大尾衣 为什么没有 那是因为 新的还在到货当中 用不了多久 它就能恢复到 那个浮夸的造型 打开侧门 首先是一股霉味 扑鼻而来 让我坐进去再跟你说 06年的车子老归老 但是车里的战斗氛围 是一点都不差的 比如说这个原厂的运动座椅 腰部的支撑是非常强的 还有它的换挡 5挡短拨又短又拨 还有上面三连装的仪表 显示的分别是 涡轮增压值 水温和油温 不得不说老的日系车 和这种三连装的仪表 简直就是绝配 左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液晶显示屏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国内里出品的 涡轮增压控制器 说明它的机舱里是有点多 反正机舱里能改的地方 基本上全部都改了 比如说它的潜顶扒 限压阀 进气气管 覆水壶 进水软管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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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家自己看清单好吗 我实在是一口气接不上了 整个机舱就呈现出一种凌乱的名字 对不起 我实在是吹不下去了 反正这台车 不管是动力也好 超贵也好 外观也好 车主花了很多的钱 大概七八万块钱的样子 所以说这么多钱花过去了 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不要着急 我们试一下 咱们帮电线带了吗 不好意思 刚刚出了点小小的问题 现在车子已经恢复正常的了 你要说改装有没有用 我告诉你肯定是有用的 像这台车原厂230匹马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肯定动力是有损失的 但是后期改装了对吧 涡轮也改了巴拉巴拉什么都改了 所以说现在开起来 动力依旧是非常的强劲的 它的前刹车也是移植了 STI原厂的金色布朗博四火山刹车 脚感还是蛮线性的 另外一点关于它的质感 硅士水平对质发动机 再加上四驱系统 开起来是非常的灵敏的 贴地行走 而且它的底盘下面 装了各种各样的底盘强化件 下百臂换成了STI原厂的防清杆 底盘强化件全部都换掉了 所以说这个底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致的 就像四五岁的老阿姨 年纪大了皮肤下垂松弛了 但是她通过手术以后把皮拉紧了 又看上去很严谨了 同样的也是这个道理 而且最美妙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每一次加完油以后 松油门的时候 听到了吗 特别喜欢卸压阀的这种声音 清脆的 嗯 嗯 这种感觉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台WRX 操控虽然说是蛮好的 但是它的舒适性也是没有的 首先就是它的四根BCV1脚牙减震 几乎没有舒适性可言 就像汉兰斯跟铁管在上面 说到斯巴鲁有一个东西就不得不提 就是它的水平对峙发动机 到底容不容易坏 一般来说大家肯定觉得 水平对峙发动机嘛 四个活塞它是躺在那边运作的 就会容易产生溶滑不均匀的现象 对吧 这件事能够理解 但是斯巴鲁它这么多年水平对峙发动机 生产下来了 经验是丰富的 生产技术也是足够成熟的 你车的正常开正常保养 10万公里以内不要大修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有的人他不这么想 他要改要折腾 再加上国内有水平对峙发动机 改装经验的改装店又不多 就很容易改坏 一咬地板又下去 啪就爆缸了 太多了 所以水平对峙发动机 就给人留下了一种 容易坏容易爆缸的不好的印象 别的车子的大保养换四流火花塞 斯巴鲁大保养直接换发动机 一个一勾二发动机 二手拆车键 材料加人工怎么都得三万块钱吧 对吧 这就劳民伤财了 像这台车挂了发动机以后 它明显保守了不少 比如说加了一个涡轮增压 延时熄火 而且涡轮增压的压力值限定在了1.0 再往上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你让我敢踩吗 不敢踩 踩下去万一爆缸的话 代价就是三万块钱 你很难想象 大保养动不动要换发动机的斯巴鲁 也不过照样喜欢 2020年JD Power 美国汽车品牌中程度排行榜 斯巴鲁一60.5%位列第一 也就是说买了斯巴鲁的人 还想买斯巴鲁 越开越喜欢 所以又被称为同性交友神器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斯巴鲁 我觉得好看好玩只是一方面 关键还是平台调写 别人家车企 为了利润都在想尽办法讨好消费者 可斯巴鲁却将操控制上的初心坚持了下来 虽然受众范围很小 但很纯粹 人生如车 成年人在生活工作中不断妥协 让步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 但内心一定是渴望释放 当社会人的不甘 与斯巴鲁的职友相遇时 你会发现原来真有动物的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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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